有人忙得要命 也有人面临失业危机 这第一步其实永远都是最困难的 为了鼓励力 这个失业劳工勇敢地跨出去 劳工局有利多公布 以后非自愿失业劳工到外地去工作 可以领取住宿或者是交通津贴 这是劳委会推出的跨域就业津贴 主要是针对失业三个月以上 经由就业服务中心 媒合到外地工作的劳工 只要离家超过30公里 每个月就补贴5000元的房租 或者是每个月最高3000元的交通费 最长可以领一年 而措施最快9月份就会上路